請問老師,有什麼地方是不能刮的嗎? 刮痣,其實它全身的可以刮,所謂不能刮就是它有特殊狀況的時候 還有一些比較敏感的部位,譬如說眼球啊,你眼球刮了,它會傷到眼球 像鼻孔,那不好刮,像耳朵、耳孔那個也不是很好刮的 其他的地方呢,就是有傷口的地方,傷口啦,有潰爛的啦,有過敏的啦,這些局部都不適合刮 那就是在它的外圍,局部的外圍,它還是可以刮 那局部的外圍,它刮的時候反而會促進它局部的現象的改善 那比較重要就是孕婦,孕婦它比較有些地方就是一個禁忌 其實它的肩頸啦,它的腹部啦,它的那個尾骨啊,底骨尾骨的地方 比較敏感的地方,那像竹山里啦,山莹椒啦,河谷蟹啦 那麼這些也都不是很刮詐,它怕會對孕婦,造成它的收縮,子宮的收縮以後 那對胎啊會有不良的影響,所以這個就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其他就是有一些法定的傳染病之類的啦 或是說有一些奶淋水功能不良的啦,什麼白血病之類的啦 那像心臟病的一些發作期,還有像高血壓 那麼這些比較嚴重的這些症狀,那麼一般就不適合刮殺 但是其實這些現象,其實都是對一個初學者啦,才不是一個初學者 那初學者怕說他沒有辦法掌握什麼的狀況,所以他盡量避開這一些 那如果說對一個比較老練的一些專業人士,他反而對這些症狀 他反而會有這種幫助的效果